接下来我们来看基金的分类 这就是绝对重点了 这里面有很多掌握类知识 掌握类知识 来看一下证券投资机的种类 这里面有一些是掌握类的 有些熟悉的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根据运作方式的不同 可以分为封闭式基金跟开放式基金 这个是必须掌握的知识 封闭式基金跟开放式基金 它两个有很重大的一些知识点 区别也比较明显 我们来写一下 开放式和封闭式 好 我们来看这两只基金 它的区别在哪 首先来看 从第一块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开放式基金跟封闭式基金的 第一个区别就是在于 基金的份额和基金的存续期存在不同 也就是存续期和基金的份额 封闭式基金是指的 它的基金份额固定 基金的份额固定 存续期也固定 而开放的基金是指的基金份额不固定 存续期也不固定 好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 从第一个来看 所谓的基金份额固定 是指的 这个基金在成立之后 要发放基金份额去募集资金 对不对 那封闭式基金是指的 它的计划 如果说是一万份基金 一块钱一份 假设一万份基金 那么这一万份基金 它的目标成立之后 它会去向社会公众去 发放 去销售基金份额 对不对 那么这一万份 如果说全部销售完了 如果此时还有人 想去购买这个基金 那对于封闭式基金而言 它会告诉你 不好意思 卖完了 不卖了 一万份 我全部销售完了 所以这是封闭式基金特点 而开放基金就不是这样的了 它的假设 它的前期计划是一万份 对不对 如果全部销售完毕 现在还有人想买怎么卖 再增加基金份额 所以这是从第一个角度 它的相对于说 我们现在买东西限量 而卖完 截止 不卖不卖了 而开放基金是卖完 你还行啊 对不对 我再给你调货 我再去给你拿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他俩的第一个区别 第二 存续期 封闭式已经固定了 还是不固定的 什么叫存续期呢 一支基金从成立到最终解散 它都有一个规定期间的 就是国家要求有规定的 一般封闭式基金呢 它的存续期啊 都是最低是十年啊 十年 甚至十年以上 但是它都会有个固定时间 比如说十年 它就是十年 那么它呢 同样也会有这个 有一个这个初始的这个存续期 那么对于封闭式基金而言 十年啊 到期 对不对 大家这个投资人觉得这个基金啊 运作的挺不错的啊 希望这个基金啊 能够继续下去 还是由这个基金公司来负责 还是这个 还是政治基金啊 这个定期的分红啊 这个收益也不错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于封闭式建议 十年到期怎么办 哪怕大家的这个意愿足够强烈啊 都想继续让这个基金继续运作 不好意思 解散 就是固定的 到期自动解散 不管怎么样 必须清啊 清算 而开放基金就不是这样的 它到期之后 如果根据基金大会啊 基金大会 基金人这个持有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投票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基金可以延期啊 大家同意 大部分人同意 基金可不可以延期呢 可以可以继续的往下运作 所以这是两个的 第一个不同啊 所以为什么它叫封闭式 你听这个名字 封闭式就是固定了 这个圈出不去啊 进不来 反正就是这么大个圈子 开放式呢 就是一种包容状态 你来进来就是了 对吧 所以这是他俩的第一个不同啊 第一个不同 第二个不同 封闭式基金啊 封闭式基金 它是可上市的 它是上市交易的 而开放式基金一般不可以上市 一般不可以上市 什么意思呢 就是封闭式基金 它可以在交易所内进行交易 而开放式基金 它一般不在交易所进行 它在场外进行交易 在柜台 在商银行的柜台 去完成交易 所以这是有本质 当然我这些是一般不可以上市啊 一般不可以上市 并没有说绝对 对不对 我们等会会讲两种比较特别的基金 开放式基金是可以上市的 一只叫做ETF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知识 等会要讲的 一只叫做LF 这两只是可以上市的啊 这两只是可以上市的开放式基金 我们等会再去系统的去讲啊 ETF和LF 先把这两个讲完啊 那么这两种是可以上市的 那么也就是说封闭式基金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封闭式基金啊 从这个支点 我们就知道封闭式基金的价格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什么呢 就是封闭式基金 每一份基金的价格 它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还记得吗 交易所的 是采取什么方式啊 是竞价的方式 所以说封闭式基金 每一份基金的价格 取决于市场的供需力量 去买方跟卖方 我们还记得吗 股票不就这样的吗 连续进行下 买方跟卖方的力量 会影响股价 同样基金 封闭式基金 也是一个道理 它的价格取决于 二级上上 厂内交易的供需买卖双方的影响 而它的价格呢 就不是由买卖双方决定的 开放式基金的价格 取决于基金的净值 净值 什么叫基金的净值呢 其实好理解 就是这个基金 它投入的资产 所包含的所有的总资产 除以在外销 在外发行的 在外的这个所有基金的数量 就是每一份基金 值多少钱 比如说这个基金投资的总价值 是一千万 一千万 那么有多少份基金呢 有一千份基金 总共有一千份基金 那就是意味着 一千份基金 价值一千万 一份就是一万元 那就是它的净值 所以开放式基金的话 它呢 价值取决于基金 每一份的净资产 代表了值 而它呢 价格取决于供需力量 所以这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这是第二 第三 封闭式金 它不可以赎回 而开放式金 可以申购 可以赎回 可以赎回 或申购 可以赎回 或者是申购 好 那么什么意思 就是封闭式金 它的特点跟股票 非常非常的像 一旦购买了封闭式基金 在封闭基金的存续期间内 你如果不想要这个基金份额了 能不能找基金公司去退呢 不可以 不能退 那 那说那我想要 继续用资金 我继续用钱 我不想要基金份额了 我怎么办 你可以在二级市场上 二级市场上去交易 去转让它 我们不说了吗 封闭式金是可以交易的 就跟股票一样 我不想要了 我可以在股市上 我在场地交易把它抛掉 看看有没有买方 对不对 所以封闭式基金 它的这个特点跟股票非常非常像 它是不可以赎回的 所以它的资金稳定性跟股票一样 非常稳定 那除了一种情况 可以赎回 其余 那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基金的存续到期了 我们不是说了吗 封闭式基金它的存续期 是有一个固定期限的 十年到期后 这个基金是不是解散 解散 那么它就要把这个封闭式基金 每一份的价值 按照目前的价值 退给你 就跟股票 清算的时候是一样的 到清算的时候 股票是可以 这个分享剩余财产的 一个道理 封闭式基金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所以它是不可以赎回的 稳定性极强 资金的稳定性极强 而开放式基金就不是这样的 它可以赎回 可以申购 也就是说 我们像什么 申购就是我们刚说的 如果我想去买 还可不可以买 你不说了吗 它可以买 允许你买 我再增加给你了 那个我们叫做申购 如果说你还想再购买基金份 它会继续卖基金份给你 那个叫做申购 好 那么如果说你不想要的 在它规定的指定日期 你可以把你手上基金份 退给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按照相应的价值 返还给你一部分资金 好 这个就是我的赎回和申购 那么赎回跟申购 这里面都会涉及到一个费用 叫做什么呢 以一个叫做申购费 一个叫做赎回费 那么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一定扣要扣要扣掉一定的手续费 那么一般以它为中心 记住啊 比如说我想去再去购买一份基金 对不对 那么你要申购 对吧 它会按照目前基金最新的净值 就是现在基金最新的每一份的价值 去加上你的申购费 就是你现在付的钱 一份基金你要付多少 好 那么你要赎回呢 它要扣掉一个手续费 也就是说 你现在去赎回 即使你把这个基金退给这个基金公司啊 那么基金公司会在净值 目前每一份基金的净值 基础上减掉一个费用 减掉一个准备费 也就是说你拿到的比实际的净值要少一些 你去买的话 比实际付出的净值要多一些 当然这个肯定是的 因为基金公司它要收手续费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赎回和申购 也就是说开放的基金它是可以退的 好 那么正因为这个原因大家想啊 封闭式基金它的资金稳定性是比较强啊 所以它在投资的范围上就限制较少 就投资范围少 投资范围限制较少 限制较少 投资的限制较少 而开放式基金则不然 由于这个投资人可以随时的去申购 或者是赎回 那么它就跟银行特点一样 大家想银行可不可以把它收集到的 所有的存款全部放贷可不可以 肯定不行 为什么 因为每天都会有老百姓来存取啊 这个资金特别是取的 我来取你银行把钱全带出去了 那我是不是取不到资金啊 那这是不是就会引发问题啊 那老百姓认为你银行我我取钱 我现在取不到 那肯定就会引发什么 引发可能会引发挤兑现象 就大家就说啊 这家银行没钱了 然后纷纷的都来这个银行去取款 这可能会加速这个银行破产 对吧 就是不是本来银行资金还是有的 但是呢 全全带出去了 意思带出去的钱 意思把我拿不回来啊 对不对 好 然后你人家就来取钱 你没钱 那很明显就会引发别人的担忧 引发投资 引发存款人的担忧 大家就纷纷的来取钱 结果一下子 这个取得量太大 可能让银行流动性不足 出现流动性风险 一样的道理 那开放基金一样呢 他能不能将自己的资金全部投出去呢 不可以 不可以 他要留一部分资金在手上 以防止日常投资人来进行赎回 这是第一 第二 他投资的限制往往比较的多 因为他对流动性的要求比较高 因为一旦老百姓投资人来进行存取 对吧 特别是来赎回的话 很明显 他呢 要保证流动性足够 所以他的投资的对象就会相对限制多些 他的对这个投资对象的要求是什么呢 流动性强 就投资流动性较强的资产比较多 投资流动性强的资产 也就是说开放式基金 他一般不投资流动性比较弱的 他一般的这个主要的投资对象是那种流动性比较强的 能够迅速变现的以防止发生风险的这种 这一类的金融资产 所以这就是开放式基金 它的特点和封闭式金的一个对比 这里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这些特点 是经常在我们的这个出题当中出道的 所以我们要搞明白 那么在这个两个当中 现在封闭式金数量并不多 可能还有二三十只 开放基金是绝对的主体 绝对的主体 这是他两个的一个对比 我们要搞清楚 就是封闭式基金 它的价格是由市场说了算 而开放基金的价格由它的本身的净值决定 那么你听这个名字封闭 不能退 不能退 不能退这个基金份额 不能赎回跟我们的股票很类似 开放基金更加灵活一些 那么他由于基金资金稳定 所以投资的对象没有那么限制 他可以投资这种流动性比较弱的风险 大一点的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反正不能退 不能退 而他可以退 所以他投资要求流动性比较强的 好 所以这就是这两种基金的 他们的一个对比 OK 那么讲完这两个 我们再来看这两个 这两个 ETFLF 我们等会就会提到 这里首先讲他两个 记住他俩是可以上市的开放基金 他属于开放基金 他俩属于开放基金 等会我们又讲到这两个 他作为开放基金 他的特点 是我们考试中常考的 好 所以先放这 接着我们往下走 来看一下 第二个 根据法律形式不同 基金可以分为契约型基金跟公司型基金 这个属于掌握的支持 契约型基金和公司型基金 它是什么样的 不类型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契约型基金在我国是主流模式 主流模式 就是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 形成一个这样一个合作关系 而基金型公司型基金 它在美国是主流 美国主流 它是通过设立一家公司 而形成这样一个基金的这样一种模式 称为公司型基金 首先要讲的第一点就是 这两种基金 没有优劣之分 就是组织形式的不同 记住 就是组织形式的不同 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的特点 它是通过签订契约的形式 而成立的 有三方 投资人 管理人 托管人 三方 以契约的形式 形成这样一个合作关系 有三方签订契约 而基金 公司型基金记录 它你看这个名字 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它是以成立公司的方式来组成 也就是说这里面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 它是以契约的方式 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 而它呢 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 所以这是它俩的第一个区别 就是一问 这两种基金哪个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啊 那肯定一看就是公司型基金了 公司基金它是一种法人的地位存在的 而契约型就是咱们三个人签一个合约 签一个合同 就能成立了一个关系 这第一 第二 契约型基金它发售 它获得基金这个资金是怎么呢 通过发放基金份额 通过发放基金份额 获得这个基金的这个资金池 对不对 这种方式来 而公司型基金它通过什么方式呢 它通过发行股票 去募集资金 而它是发行基金份额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 也就是说公司基金它是通过什么方式募集资金呢 就是我成立一家公司 好比说我成立一家公司 那么我是股份制公司 然后我通过公司的方式向外发行股票 大家通过购买股票成为我的头成为我的合伙人 那股票是合伙人对不对 那么我是不是通过发行股票是募集到资金啊 再将这个资金交给专业的基金公司进行打理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运动过程 所以叫做公司基金 所以它的它募集资金的方式通过发行股票 而不仅契略性 基金就直接发基金份额 大家买基金份额就行了 而公司基金它就直接是通过发行股票 募集到了资金 把这个资金交给专业的团队进行打理 所以这是他们资金的这个来源的不同啊 方式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 第三基金的持有人 就是投资人 对于这两种基金的影响力也不一样 契约型投资基金啊 契约型基金 它的投资人对于这个公司型基金 它的投资人影响力要小一些 对基金的影响力要小一些 为什么 因为契约型投资基金 我是这个购买基金的份额 对不对 那么拥有一定的权利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对于我们自跟基金投资人自身有关的利益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表决权的 但是呢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人家是发行股票 那么投资人是这个公司型基金的什么人啊 是他的股东 那股东对于一家公司的影响力 我们都知道明显要大很多 那么股东是可以对这个公司的精英决策 是可以投票的 对吧 对公司的精英的这个决策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所以公司基金它的投资人相比契约型投资基金 他的投资人权利要大很多 要大很多 好 所以 这里要搞清楚 因为它是股东关系 那个是契约关系 不一样 不一样 最后一个 公司型基金它的成立相对比较简单 就比较容易 成立家公司是很容易的 对吧 就发行股票 这种方式 就是它成立比较容易 在美国比较流行 那么契约型基金呢 它的这个法律关系更加的明晰一些 我们国家主要就是以契约的方式来成立 就是它的这个法律关系 非常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明确 因为这么多年了 对吧 这在这一块已经摸索的差不多了 而公司型基金呢 它设立更加简单 简单易行 就直接通过设立家公司 因为设立公司很容易的 对不对 直接去成立家公司 然后直接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去交给第三方 去打理 所以这两种基金的对比 我们刚刚说了一些点 就几个方面 就第一 它是独立法人 它是通过契约方式审理 没有独立法人 第二 它通过发行基金份额 募集资金 它通过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 第三 它在美国比较常见 这种方式 中国比较常见 英国也是用契约型基金 所以这是刚刚讲第三 第四 公司型基金的投资人 对于公司的影响 比契约型投资基金 投资人对契约型基金的影响大一些 因为股东的权力大得多了 你就把这几点搞明白 就行了 我刚说了 这两种基金 它没有优劣之分 没有优劣之分 就是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组织形式而已 这些知识都是我们 容易出道的一些考点 因为它属于掌握类知识 接下来看这两个 好 这两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可以上市的开放式基金 首先我们来看ETF ETF 它的这个名称叫做交易所交易基金 它的名称叫做交易所交易基金 LF呢叫做可上市的开放式基金 好 LF呢是由我们国家的深圳政经交易所 独立啊 开发的独立这个创 就是创新的一种金融产品 就是它是全球首发 是来自于深圳政经交易所 LF啊 两种基金 我们来看它们的对比啊 来看 它俩的对比 这两种基金都是可以上市的 可以在交易所内进行的 这种开放式基金 但是它俩也有很大的不同啊 它俩的不同是我们要掌握的知识 来看哪些不同啊 第一 ETF 它呢是购买和赎回的时候 因为开放式可以购买可以赎回 可以申购可以赎回对不对 它呢 不管是申购 还是赎回 它都不是以现金的方式 而出现的 它是怎么呢 不管是申购还是赎回 都需要一篮子股票 一篮子股票 什么意思啊 我举个例子啊 ETF它是有很多的 它是它一份ETF 它是由不同的股票的比例组成 比如说 50%的中石油股 加30%的中石化股 加20%的万科集团股票 假设举这三个例啊 那什么意思呢 你要购买一份基金份额 对不对 就是我想要去上上去 申购一份基金份额 对不对 那我就按这个比例去配置 中石油 中石化和万科 我就买50%的中石油的股 中石油 先买三股中石化 再买两股万科 以十股去换一份ETF 所以去申购的时候 用的是一篮子股票 那赎回呢 一样的 如果一份ETF 我不想要了 我要把它给退掉 可不可以退呢 可以退 我除了在二级市场上 去交易 把它转手卖掉 因为它是可以交易的吧 对 它可以上市 我可以交易之外 我还有一种方式 我可以退掉 我可以找基金公司 把它赎回 赎回呢 赎回的也不是现金 赎回的也是这一篮子股票 也就是说 我赎回一份ETF 得到的是五股中石油 三股中石化 两股万科 我得到的还是股票 那我想要变成现金 怎么办呢 再把五股中石油 三股中石化 两股万科 跑掉 在二级市场上 跑售 我就能获得现金了 也就是说 它申购 或者是赎回 用的都是一篮子股票 这和LF不一样 LF 它申购和赎回 用的都是什么呢 现金 也就是说 你去申购一份LF 或者去赎回一份LF 获得的和用的 使用的都是现金 我去申购 我用现金吧 我赎回 换得的也是现金 所以这是他俩的第一个区别 最核心的 最本质的区别 他换的是一篮子股票 而他呢 却用的是现金 用的是现金 这是他俩的这个第一个不同 第一个不同 第二个不同呢 ETF 它申购 或者是赎回 申购和赎回 只能在交易所进行 赎回 或者是赎回 只能在交易所进行 它呢 可在交易所 可在柜台完成 也就是说你要申购 或者要赎回 ETF只能在交易所进行 因为你看 它叫做交易所 交易基金啊 它只能在交易所来进行 而LF 它可以在交易所 进行完成申购 或赎回的工作 它还可以到厂外去 到那个柜台去 到柜台去完成 申购 或者赎回的工作 因为开放基金 对不对 所以这是 他俩的第二个不同 第二个不同 第三个不同 就份额了 ETF 它一般不是 中小投资人能玩得起的 它一般不是 中小投资人能玩得起的 因为ETF的申购和赎回 最小单位 一份 是50万元人民币 申购和赎回的最小单位 是50万元人民币 而LF 没有什么限制 它呢 这个额度 无限制 所以说 能够去进行 ETF申购的 或者是赎回的 一般都不是 个人投资人 大部分都是机构 具有比较实力的机构参与 因为ETF 最小单位 一份 50万元人民币 所以它的额度比较大 而LF呢 它的额度呢 不限制 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 可以多 可以少 可以多 可以少 好 这就是它们的第三个区别 总共 这三个区别 是我们 这是ETF LF的三个区别 我们把它搞清楚 就是 它们的主要的三个区别在哪 第一 申购的 目标 标利物不一样 它用一栏度股票去申购 或是赎回 它呢 用了现金 第二 申购赎回的场所不一样 它呢 只能在交易所 进行 它可以在交易所 也可以在柜台完成 场外交易进行 第三 它呢 最低的份额是50万 也就是说 一般是大型机构参与 而它呢 额度比较灵活 不限制 所以 这两种基金啊 它都是有 区别的啊 虽然都是可以 这个进行 上市的开放的基金啊 但是 又有所不同啊 有所不同 好 所以这是第三个啊 再来看看第四个 掌握来的啊 掌握 它主要是它啊 根据基金的投资对象 分为股票系基金 债券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混合基金 衍生证券 投资金等等 好 这件基金是根据他们的投资对象的不同 划分为这些标准 来看 什么叫股票基金啊 所谓的股票基金就是这个基金 它的主要投资方向 就是股票 按照目前我们国家规定 如果你成立之初 你的标志就是股票型基金 那么股票基金 它要把它募集到的资金 80%都要投到股票上 最低 不能低于80% 那么这是要求 剩下20% 你可以投资别的领域 但是最低投资额度 投资在股票上额度 不能低于80% 这是股票型基金 那么债据基金一听名字就知道了 它的主要的投资的方向 就是在债券上 那么最低投资额度 也是一样 跟股票基金一样 募集到资金的 这个总资金的80% 是必须要投在 这个债券上的 就不能低于80% 那么 还有先不讲它 还有混合基金 混合基金就是既可以投资股票 又可以投资债券 这种都可以 衍生证据投资基金 就是主要是这个基金 募集到资金 是投资衍生竞争工具 衍生工具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比如期货期权 衍生竞争工具 那么还有一种 这个叫做货币市场基金 在这五类当中 它是需要掌握的 货币市场基金 是指的 这个资金 它募集到之后 它的主要的投资领域 就是货币市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货币市场的定义 我们在第一章的当中 去讲过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是指的 金融工具在一年以内的交易市场 一年以上我们称之为资本市场 对吧 所以货币市场的特点是流通性好 流通性好 安全性高 但是呢 流动性好 收益高 安全性高 但是同时伴随了一个问题 就是收益底 因为流动性就是好了 太好了 所以收益万万不会太高 这是货币市场基金的特点 也就是说 这个基金 我们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它是喜欢风险 还是不喜欢风险 它是风险偏好 还是风险回避 你就知道 因为货币市场的特点 就是流动性好 安全性高 收益低 所以货币市场的基金 它投资的对象 就是这些领域的 那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风险回避方 就是这个基金 它是不喜欢冒险的 所以它投资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 所以大家搞清楚 那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 它是不追求风险的 它是以这种低风险为它的目标的 好 那么货币市场的这个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的主要投资哪些呢 主要就是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 哪些属于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呢 第一个国库券 记下啊 国库券 第一个货币市场金融工具 第二个叫做商业票据 比如商业汇票啦 本票啦 这些东西 商业票据 第三个 回购协议 回购我们之前讲过了吧 买断是回购 质押是回购 回购是回购协议 回购协议 第四 还有秧票 这也是有东西比较强的 第五个 CD小S 叫做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存单 这个是银行发的 期限一般在一年以内的 大额可转让的面额比较大 但是又允许转让的一个定期存单 一般定期存单 它都是不允许转让 是记名式的 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呢 非记名式的 所以这是他往往投资的金融工具 国库券 商业票据 回购协议 央票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这些都是 当然还有现金 现金肯定了 现金流动性最强的了 直接投资现金 也可以直接变成现金 这些都是货币市场金融工具 投资的对象 同时货币市场基金还允许投资 期限在397% 7天以内的债券 注意 这是一个特点 一般我们说的货币市场金融工具 是不是在一年以内 但是货币市场的基金 允许投资期限在397 未到期期限在397天以内的债券 超过397天 不行 在397天以内的 是允许投资的 是允许投资的 所以 这是货币市场基金 它的主要投资方向 你就记住哪些 这个国库券 对吧 商业票据 回购协议 现金 央票 CD小S 大额客转 就是叫做大额客转 还有397天以内的债券 这就是货币市场基金 它是一个流动性比较强的 安全性比较高的 收益比较低的 这样一个基金 不喜欢风险 是风险 这个低偏好 就是对风险是一个回避的态度 所以这是货币市场基金 流动性对流动性要求极高的 我们主要掌握它这些特点 投资的领域哪些 它投资评论哪些 它特点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掌握的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些 这些属于熟悉的就行了 这些属于熟悉 这就不属于掌握类的 我们熟悉一下即可 来看一下 根据投资目标的不同 可以分为增长型 收入型 平衡型基金 这个我们熟悉 就是知道他们投资的 这个品种是什么 然后他们的风险是什么 什么叫做增长型 什么叫收入型 什么叫平衡型 好 你要知道 首先从它来开始吧 收入型基金 它的投资对象 往往都是那些 比较成熟的大型企业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蓝筹股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印象 蓝筹股在股票那张 我们是提过的 什么叫蓝筹股啊 现金分红多 收益好 大型企业 对吧 经常分红 现金分红多 而且收益比较稳定的 叫做蓝筹股 收入型基金呢 它更加注重于当下 也就是说这是它特点啊 收入型基金 它注重的是当下的收益 这个基金 它投资的主要对象就是 现在已经能够实现获利的 那些比较稳定的大型企业 所以这是收入型基金的特点 好 再来看它增长型 增长型基金 它呢 更加看重的是未来啊 记住 它看重的是未来 未来 它看重的是当下 它看重的是当下 它是未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增长型基金 它主要投资那种 有潜力的公司的股票 就是主要潜力股 就是它现在不重要 关键就是它的未来 关键是它的未来 好 那么平衡基金呢 就是在它俩之间 既配置于一部分蓝筹股 又配置于一部分潜力股 所以它是在之间 那么从这三个的投资对象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风险角度 谁最大呢 是收入型还是增长型 哪个风险大 那肯定是它的风险大 因为看重于未来 现在的收益 它不重视 那么未来这个东西有多少的不确定性呢 谁也不知道 未来这个企业 这个潜力企业 它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也有可能就此被淘汰 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吧 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 在哪 当然 它的收益 如果说未来这个企业 它成长成参天大树了 那么它给最开始的投资人 带来的这个收益啊 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就比如说 最开始孙真义 这个软银集团 日本的软银集团孙真义 投资了阿里巴巴的2000万美金 从阿里巴巴赴美上市 赴纽交易所上市 那一天 孙真义的2000万美金 就价值600亿美元了 你想看翻了多少呗 从2000万到600个亿 对吧 直接由于阿里巴巴的这个成长 成为参天大树了 对不对 还有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唯品会 那唯品会最开始的投资 是投了他们 这个大概是一个亿 那么回报率是多少呢 从唯品会上市 回报率是100个亿 包括这个 雅虎 拿着雅虎 对吧 由这个华裔 华裔中国 这个华裔美籍华人 这个杨志远先生 创办 对吧 那么最开始 这个 也是获得了 这个别人的投资 对吧 拿到也是软银集团的 这个孙真义先生给他投了 投了一个亿 最后回报率是多少呢 也是100倍 从雅虎上市那一刻 他的股票市值就价值100个亿了 所以说这种啊 他会看中的是未来 未来 只要你真的挑中了一支 有钱的公司 那可能他哪一天就长得 就成长了非常非常啊 规模庞大的 我们称之为独角兽企业 对不对 但谁也不知道啊 对吧 所以他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收益 当然也最大 收入性呢 因为一个企业已经成熟起来了 已经比较稳定了 所以一般来说 大规模的风险一般不存在了 所以说他的这个风险就比较低一些 风险比较低 所以他的风险最大 他的风险最小 平安静静呢 在他俩之间 位于位居之间啊 就是刚好在他俩中间 他的风险居中 他的风险最小 他的风险最大 所以这里我们的支点啊 就知道 要知道他的投资对象是什么 你要知道 他是潜力型 他是当下收益比较好的 现在收益比较好的 比较大型的一些企业 他呢 两种都配置 第二风险角度 他最大 因为他投资的是未来 他呢 最小 他投资现在 他呢 居中 这就是这两个知识 这两个 我们因为是熟悉的知识 也是属于 比较重要的知识 所以我们得掌握 再来看第二个 根据投资理念的不同 可以分为主动型基金 与被动型基金 大家看 主动型跟被动型基金 是什么意思 就是所谓的指数基金 被动型就是指数基金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指数 在股票来讲过 股票指数 对不对 那个股票指数 是根据某一个特定时期 以一个某一个特定时期 作为基准 算出来的这个 一个数值 就是所谓的指数 指数基金一般都是参照 这个交易所内 比较对股 就是对整个股市 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股票 就是这个盘子 股份数比较多的 以他们作为参照 编制出来的一系列指数 他们能够反映 整个市场的一个趋势 主动型基金就是 不去投资这种东西 主动去进攻 以期获得高于市场 平均利润率的一个利润 市场的平均率是20% 对不对 那么主动型基金 就是通过自己的投资的 这个策略的变化 通过对于 产品的对金融产品的研究 去实现高收益 实现高收益的这一个投资过程 就是主动去进攻 我主动去配置一些金融资产 通过我们的投资分析 我去获得高于市场 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基金 被动型基金是什么呢 不主动 直接买指数基金就行了 指数基金我们说了 因为它是按照这个权重股 就是成分股比较比较 比重比较大的股份 以他们的比例编制的 那么直接买 这个基金就够了 接下来什么都不用操心 只要这个大事 只要你把这个未来 你看好这个股市 整体是向上的 那么由于指数往上涨 基金就挣钱了 对吧 所以他不用去 不用再去 去劳心劳力去思考 我今天要买什么产品 我明天要去买那种股票 我今天要抛出哪只股票 以避免风险 不用 反正我买的就是指数 我买的是指数 那么只要这个大盘 一直往上走 从3000点到4000点到57点到6000点 我就一定挣钱 对吧 因为指数涨了 我股票就挣钱了 对不对 所以它是种被动性的 被动性的 那么这个获得利润 就是社会平均 就是市场平均率率 就是整个股市涨到这个点 就整个股市 它大势度在涨 那这个就是它的平均利润率 所以它一起获得平均利润率 它呢就是高于市场的平均利润率 当这个风险比较大 因为你的策略不一定正确 有可能你能够获得高于市场的平均利润率 也有可能你会获得比市场平均利润率 要低很多的利润率 都是有可能的 对吧 好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 根据目击方式不同 分为公募和私募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公募和私募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所谓的公募说了 针对于全体公众 针对于全体公众 不针对于特定对象 对吧 私募呢 针对于特定对象 特定特定对象 那么区别就是 它募集到的资金量比较大 私募呢 募集到资金小一些 同时 这个门槛低一些 因为公募基金 老百姓都可以买 老百姓都可以买 所以它的每一份的价值 不会特别高 而私募基金呢 因为针对于特定投资人 数量就那么十几 就那么十个人 那么它的这个 每一个人的份额 对地的这个份额 不会很低 一般都是一百万 两百万 所以更高 对吧 所以它的门槛更高一些 它的门槛低一些 但是它募集到的资金量大一些 它是针对全体公众 它的针对特定投资人 所以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了 再来看最后一个 赞岸 离岸基金 赞和离岸 我们前面讲过离岸基金市场 对吧 所以赞和离岸 其实我们一听就明白了 所谓的赞岸基金 就是指的 从国内募集到的资金 投资于国内市场 而从国内募集到资金 投放投资领域 在国内市场 这个就是所谓的赞岸基金 离岸呢 就是从别的国家 去募集资金 我去美国募集了这个资金 然后把这个资金投资于本国 投资于中国内地 或者是投资于第三方 比如说我从美国 发放基金份额 募集到资金 我投资于中国市场 这是不是离岸呢 是离岸 或者我把这份资金 投资于第三方国家 比如我投资到日本去 是不是离岸呢 仍然是离岸基 离岸 所以离岸就是指的 通过在外国募集资金 然后将这个资金投资于本国 或者第三方的国家 分为离岸 好 这些都是要熟悉 属于熟悉的知识 知道他们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当然没有前面那个掌握类的 考得那么频繁 但是他们也是很容易考到的 再来看看这个基金 掌握了基金 QDI QDI其实我们前面有提过 最前面就讲过了 有两个还记得吗 QFI 等下还有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QDI 这个叫做合格境外投资人吧 合格境外投资人 这个叫做合格境内投资人 一个是合格境外 一个是合格境内 这两个都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都是针对那种国家 还没有完全食人自由可兑换的国家 而采取的一种过渡制度 那么这个就是国外要投资我们 投资本国 在国内募集资金到本国来投资 那么是要经过QFI 就是合格境外投资人 这个是有额度的 兑换人民币是有额度的 那么QDI呢 就是我们从国内募集到人民币 去投资国外市场 需要经过QDI 那么兑换是外国的货币的 别的国家 它也有一定的限制 因为对于别的国家投资于我们 叫QFI 对于我们投资别的国家 从国内募集资金 叫做QDI 叫做合格境内投资人 这个QDI基金我们来看 它是指的在一个国家境内设立的 你看国内境内设立 经该国有关募门批准 从事境外证券市场 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这个投资基金 就是你看 就是我们在国内募集资金 去投资国外 经过相关募门批准 对吧 从事境外的投资 它就是投资境内的国外募集资金 投资境内 好 它为国内投资人参与国际市场提供的便利 也就是说我们想去投资国外的金融产品 可以通过QDI完成 也就是我想投资国外资产 但是我又没有相关的渠道 我就可以通过购买它的份额 这个主体它就是投资国外的 这样我就能够去投资外国的这个产品 比如说我想购买我想投资美国的苹果公司股票 我想投资美国IBM公司股票 对吧 我想通过投资美国通用公司股票 都可以通过QDI完成 所以这样就为我们国内的投资人 去提供了更多的一些渠道 去投资外国的一些金融产品 好 来看一下 它可以投资的金融产品 它募集资金是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 国外的货币市场金融工具 也就是说一样流动性比较强的 第二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可交转换债可交换债 这个我们都有提过政府债公司债可转换债可交换债 我们都讲了 这两个我们后面还要再对比的啊 第三优先股 房地产信托 凭证啊信托的凭证 全球信托凭证啊 这都是可以投资的啊 QDI基金可以投资的 就把这些类别我们清楚一下啊 它可以投资什么东西 它定义是什么 都是我们来掌握的 主要是它的定义啊 它定义考的更多一些 它的定义是干嘛 其实就是刚刚所说的啊 在国内设立的投资外国的一种基金啊 来看一下哪些是不可以有的行为呢 啊 这些要注意 第一不能买不动产 不能通过基金 你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呃 去购买外国国地产 呃外外国的这种房地产的这样一种啊 投资模式 如果你想要去购买不地产 你不应该通过QDI基金工程 你应该直接走这个 合格境外投资者啊 合格境内投资者 直接通过这个投资去完成 但这个额度可能就比较大了 不像基金基金的份额 它每一份拆成每一份的话 很多很多投资人都能参与 如果说你直接走QDI这个叫合格境内投资人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去投资外国的房地产是没有问题 但这个基金 这种基金 是不可以的啊 是不能去投资 不能买房 普通产的啊 同时购买房地产抵押按揭 也不行 去通过房地产按揭 去买外国的房地产 通过按揭的方式 也不行 购买金属贵金属 或者是代表贵金属的凭证 也不行啊 不能去投资这种实业 也就是不能投资实业 你没发现 因为说嘛 基金他本来就不投资实业的 他总要投资的对象就是 金融工具啊 对吧 你看我们前面投资 你看上面投资是不是都是金融工具 你看金融工具 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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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股票 这个金融工具啊 凭证信托凭证信托 金融工具啊 信托凭证都是金融工具 对不对 你看这里 不动产 实物吧 房地产 实物吧 凭证 实物吧 金属的凭证 它不是信托的凭证 信托是一种金融工具 但贵金属呢 是实物的凭证了 实物商品 你看不行吧 除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的临时用途外 介入资金 就是如果说是除了应付临时的赎回 开放基金也可以赎回嘛 除了应付临时的赎回 或者是交易清算的临时性的用途之外 它临时介入资金 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10% 因为说除了我 如果说我是去去临时去调用资金 去为了去赎回 或者是去去做临时的其他用途 这个不受限额比例无所谓 除了这个其他的 我介入临时性的资金 如果是不是这两个用途 是不能超过我基金总值的10% 这个比例要记得啊 好 第六从事证券成销 这个是不能干的 这个成销一般是什么来干 都是证券公司的工作 证券公司的活 是不能干的啊 不能去帮别人做成销 对吧 不能去参与未持有的资产的卖空 什么叫卖空呢 就是抛售 抛售就叫做卖空 我卖股票可以叫做卖空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不能参与 我自己手上没有的金融工具去卖空 明白吧 就是我手上有这个股票 我投资了A证券 我想把这个A证券把它卖掉 因为QDI基金是可以投资证券的 对 我投资了这个证券 我把它卖掉可不可以 当然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你有这个证券 但是你不能去参与 你自己没有这个证券 你去把它卖掉 你卖什么呢 你从哪来呢 你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能参与的 没有金融资产的卖空活动 不能参与 好 还有最后一个 证券会规定的其他经济行为 其实这个很好记 大家就记得 实物都不能搞 基金本来就不投资实物的 这不像股票和价券 它募集的资金 主要是投资于金融工具 所以只要是看到食物类的 全部否掉 不可能 对吧 同时 承销工作 那是证券公司的活 那也不是你干的 还记住这一条特别的 参与 未持有金融工具 未持有的证券 技术资产的卖空 还有这个 它的临时性的资金用途 不能超过它净资产的百分之 除了 输回和教育精算之外 其他的 都不能搞 好 所以 这是关于QDI 它的一些知识 基金 QDI和基金和QDI 又有些不同 我们说了 但都是合格境内投资者 对外进行投资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 这是我们关于QDI的一些知识 它也是掌握类的 对它的定义 不能投资的范围 以及它可以投资的范围 我们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好 先休息会儿 我们待会儿 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讲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